继续来追的是好游自导自演演出的这一出恐吓的闹剧 很多人看到好游翻车了 绿营就吹起了反攻号角 但这一点都不能表示 他过去所点出的进口鸡蛋争议 你可以穿过水无痕啊 没这么便宜的事 好游再爆料超私进口巴西蛋 居然有1.5亿台币左右的价差 我们就问了 这么多钱到底进到了谁的口袋 追巴西蛋的流向还不能停 南北同步开闸 续场会终于交出清楚的流向 但是南部的图万财 为什么到现在宁愿吞下上千万的罚款 仍然三间其口 到底在帮谁保守秘密呢 是啊 现在这个鸡蛋流向我们要继续追 而且一定要追到底 因为这水还很深 不过大家也想问 这一阵子林北好游到底去哪里了 他理事上也跟大家讲说 他一定会回来面对司法的调查 那现在传出说 他人可能是在奥地利 那什么时候回来 现在目前还不知道 不过他已经敞开心中的说 不管怎么样 他一定会回来接受司法调查 可是这个问题 现在就让他已经烧到了 包括像蓝营的政治人物 蓝营政治人物这两天开始划清一个界线 就说自导自言的确该谴责 没错 但是问题是什么 我们还是要继续监督这个进口蛋 进口蛋争议 这才是重点 而且过去呢 练被好游提出来 针对进口蛋的争议 其实包括像农营政策等等 也是没有错的啊 所以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不要被带风向带走了 只说自导自言是一回事 他的确有错 那我们也该谴责 但是争议的进口蛋 他的确有问题 这也是铁针的事实 可是大家想问啊 那现在是不是等于民进党捡到枪 会不会抓紧这个练被好游 自导自言的这个情况 继续猛攻下去 那民进党出声的郭正 还有直言说什么 他说呢 其实民进党也没这么傻 民进党现在巴不得 怎么样 这个新闻赶快从新闻上面消失 不要再讨论进口蛋的问题 因为坦白讲 就我的观察来说 民进党现在希望能够赶快清理战场 因为再查下去 包括这些进口蛋超市的争议 其实大家还看 水还是非常深嘛 那一查下去 有没有可能变成回力表 打在民进党自己身上 这是有的 这是有可能的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 好游用了最不恰当的方式 他想要逃离这个风暴 然后他自导自演 但这是一码事 他翻车了 不代表鸡蛋争议可以下车 可以穿过水无痕 如果你不信 我们这里已经帮你整理了 过去就鸡蛋争议 每一个化繁为解 每一个戳中要害的 都是好游带着我们看重点 哪一样没有发生 是啊 我们从8月26号到9月14号 其实这短短的20天 其实大家有看报新闻就知道 我们持续在追这个进口蛋争议在哪里 而这16天呢 其实好游他也发了16篇的 关于有关进口蛋争议的脸书直指农业部 问题的确有些缺失 那的确啊 后来陈吉仲的确也下台负责了 所以看得出来 当时这些证据其实坦白讲 都是有评有据 都是从海关资料 甚至从农业部的资料拿出来 所以大家不能否认说 好游过去在监督进口蛋争议 这个真的是要一码归一码 好 旺哲 我们知道好游他讲的话并非无所本 而且他在昨天那篇文章 他也第一次跟大家坦诚 他会有这么多的内部的消息跟资料 而且几乎正确 包含人事派令 因为有深喉咙 在农业部看不下去 没想到昨天讲了这件事情 今天继续不平则鸣 他揪出了1.5亿超私的价差 我们要问这么多的钱 被谁上下其手 流进谁的口袋 是啊 好游啦 继续爆料 说什么 巴西的爆价 每一箱鸡蛋大概是41美元到42美元 可是到台湾之后变成怎么样 变成60几块 中间差了20几块美元 好 如果一箱差了20几块 25箱差了多少钱 就像个 差了500多万美金 500多万美金台币多少钱 1.5亿元台币 所以这中间的价差 这1.5亿元台币 到底进入谁的口袋 这个是我们现在要去追的 会不会进到我们不知道的口袋里面 这是有可能 所以接下来这个金额 会不会有人上下其手 这个左拿右进 左进右出 这是有可能 所以我们要继续追下去 那现在台北市也开始要追了 台北市之前不是要续产会 公布这些蛋的流向资料吗 那续产会其实在两天前 10月2号的时候 也向台北市把资料拿出来了 说大概有大概13个仓储的流向跟地点 公布给台北市 那台北市现在要启动 跨县市的联防查核 要追出这个进口蛋流向 到底在哪里 可是大家都想问 现在不止这些蛋的流向到底在哪里 原本之前讨论是什么 图万财 你人第一个跑不见了 那你台农的四百多万颗鸡蛋 现在流向去哪里了 你也没有出来讲清楚 农业部也没有出来讲清楚 现在这个已经变成问号了 我就有担心 这些四百多万颗流弹 现在可能已经到市面上去 甚至可能到国军的肚子里面去 都是有可能 所以鸡蛋阵硬要不要追 当然要继续追下去 好回过头来 今天重点只有一个 不能因为好油 他自导自演的这一出 被恐吓的闹剧 你就完全抹杀 他发的20天16篇 炮轰农业部的文章 每一篇文章 通通都成真 每篇文章也都是剪掉 抽丝剥茧的脉络 一兄你怎么看 我想造假就是造假 该批就是该批 好油确实该批 因为好油有造假 在这个所谓他自导自演上 但我就问农业部 你的这个喷模喷浪完全是造假 而且是被卫福部抓出来的时候 请问你该不该批 再来你改标 改产地 改日期期限 你到现在 这些人是谁主导的 陈俊记现在代理部长 难道不用负责任吗 现在就是农业部 是同一挂的议员在里面 而且刚才我们看到 这个讲到说所谓的 价差的问题 这个合约是谁签的 这个合约 上全乳部合约谁签的 今天超市的合约 就是你农业部 跟超市去签的 指定的厂商也是你农业部 做出来的 原本我们以为 这个当初 这个合约一个猫腻 什么猫腻的 俊阳哥你还记得吗 这合约里面有关键什么 包括运送 报官这些 是可以超市自己找厂商 那如果说本来这段价差 是隐藏在超市的背后 我农业部还可以说我不知道 可是好游今天爆出来的料是什么 他爆出来的料是说 农业部内部知道 就知道这个巨大的价差 那更可恶啊 你是公然的贪污 这可以这样吗 叫盗匪攻行于世 这个如果在古代 古代就直接皇帝下令 拉出去就这样 砍掉气势了 结果现在不是 现在这一批官员 依然在这个位置上 而且我觉得最扯淡的是什么呢 今天四百多万克的鸡蛋 为什么突然才不敢讲 被罚了一千一百三十万 结果竟然吞下去 之前罚五十万 他跳出来打电话 哎呀不是我一直叫去 农业部叫我干的 结果现在人消失了 然后最好消失是国防部 国防部现在态度非常暧昧 国防部五天前 因为被立委质疑到说 哎你这些鸡蛋 是不是你有用到 结果呢 他说好 那我停用三家 辛辛龙 丰德 还有洪盛迅牧场 为什么 因为这老板是图万财 好你停用之后 追查去哪里了 所以现在最可怕的是 不仅是贪了钱 谋财 还要害命 而且还是国军 我们抗中保财 我们保卫 保家卫国第一线的国军 来处理掉这些 坏掉的鸡蛋吗 太可恶了 我们要继续追下去 好我们在追鸡蛋的同时呢 不要忘记了 好友也在脸书 他提供大家一个思考的方向 秋天 注意秋天 开始闹蛋荒 这件事情讲没有多久 一语成衬 但结论话先啊 没有想到呢 蛋荒发生 蛋价要涨 有涨 政府开始手要伸出来压 你会发现 什么东西要涨 它就是压 什么东西要涨 它就是压 鸡蛋如此 电价也如此啊 现在呢 这个政府说 这个鸡蛋暂时不会降 因为我们过去讨论说 中秋节过后 可能有波涨潮嘛 可是现在政府呢 出手说这个鸡蛋暂时不会涨 不会涨 但问题来了 现在大家都不买这个进口蛋之后 转而去买国产蛋 可是国产蛋的需求就会增加嘛 那现在的蛋商就说 如果再这样子不处理的话 我们的鸡蛋没有增加 甚至还有缺口情况下 到过年前 蛋价呢 是看涨不看跌啊 俊强哥 什么 所以中秋以为中秋需求量大 过了中秋会舒缓 没有 那个需求紧张的情况 一点都没有缓解 为什么 大家不敢买进口蛋啊 继续抢国产蛋啊 那我开始抢 鸡蛋就要涨上去了 可是政府又不准你涨 压着 气球压越凶 它会弹越高耶 可能还会爆炸 因为这样的本土的蛋 就觉得说 预估在十月中的时候 其实很快 再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 就会面临到一个缺口的产生 而且可能会缺六十万个鸡蛋 哇 这个东西要怎么补 而且问题来了 我们现在禽流感问题有解决了吗 还没有 我们的饲料的成本有降低吗 完全没有 所以你说 现在政府硬要去压这个本土蛋 说你们鸡蛋不能涨价 到最后反弹的力道只会更大 这个是蛋价 不准涨 政府压 电价一模一样 好像只有这个套路 不准涨 就给你压下去 电价也是如此啊 是啊 我们之前讨论过十月一号 包括什么餐厅 健身房 一些餐饮业者 百货业者 可能店价可能要回调 百分之十五 大家会说 那你这就是涨价嘛 可是今天各位观众 经济部长在 王美花在立法院的时候 受访的时候说 没有没有 这不是调涨 这只是回到原本的价格而已 哇 玩文字游戏耶 这个就是调涨啊 15% 不然15%是什么 涨15% 业者不会将本求利吗 消费者上门去买 不会被 不会被痛到吗 是啊 俊强哥你问的问题非常好 可是王美花又说 这样子调整回来 对消费者物价指数 只有影响多少 非常小 只有0.0037个百分点 所以他说 不会影响 不会影响 这些成本都不会提高 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就看 台电从去年到今年 亏损已经超过了4000亿 明年还要再 溢注1000亿来补这个亏损 将近已经到台电的资本额 4800亿了 好 你说你这个是补回原来差价 可是我就问了 接下来这些电影业 百货业 餐厅业 他们的电价回来之后 他们会转嫁到哪里上去 当然是转嫁到他们的物品上面去 那你这些包括人事成本的压力 还有物价成本的压力 会不会反映到 最后消费者的荷包身上 当然会嘛 所以这样子说 就面包业者说 当原物料成本上涨之后 电租 人力 都是开销 接下来电价 可能还要涨 下一步话说什么 制造业 也可能是 涵涨的对象 好 任俊 我们看到了 台电继续被压着 洞涨 问题是 你逼他继续当通膨的销波块 人在江湖走 哪有不用还的 只是业力 延后引爆而已 现在不痛 以后痛啊 而且我们现在对很多 动涨的部分 不管是电价 或过去在油价的部分 只要遇到大选的时候 很怕担心 这个选票所流失 就要求动涨 而且呢 包含到物价的部分 像运输啊 或什么 这些会用到的 他也告诉你说 不能涨 可是我其实觉得 大家现在更担心的是 如果选后呢 选后在承受不了 这个长期的 这个压抑之下 会不会让物价 一次上涨 而且上涨的幅度 是上去之后 是你几乎回不来的 而我们又没有办法 在这个所谓的薪资的部分 让他跟这个 所谓物价上涨 成为一个 同步成长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对于民众来讲 他真的会担心 叫做通膨的危机 所以我认为 一部分对于政府来讲 他们必须要有一个 管控的机制 但是什么像 在什么状况之下 让管控的机制 跟所谓的市场机制 能够达到一个平衡 我认为他其实考验的是 政府在预估的 这件事情的能力上面 也就是我如果 政府预估什么东西 事实上接下来 未来有可能涨价 或缺货的这个状态下 你能不能先行 做好调控 我认为一昧的 只是去压抑 就是说不准涨价这些 对很多民间业者来讲 跟民众来讲 它不是一个 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一个情境 现在我们以为的 风光明媚 其实是被压着 洞涨不让你涨 可是一松掉之后 那个球是要弹更高的 明年一月选后 到了三月 我们就讲店价好了 三月又要一个咨询违约 又要来开会讨论 店价涨多少 会不会才是真的 我们伤筋动骨 开始痛的时候了 事实上你会发现到 在百工百业 或者我们每一个人生活 都跟店 是没有办法脱离关系的 那所以即使我 只是一个末端的消费者 或者我是前端的生产者 只要店价 一有这个异动 我所有都会必须 反映在我的成本之上 而且其实老实讲 到最后最倒霉 就是最末端的那一位 为什么 因为中间每一个 所加上去的 通通都会转价 我就将本求利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到最后会发现到 末端的消费者 只要遇到涨价这件事情 他会非常的恐慌 可是问题来了 店里没有办法囤 你没有办法说 我囤个一百瓦的店 我就放在家里面 一百度的店 然后我以后拿出来慢慢用 所以你变得是 你只能被迫接受的 这个状态之下 那我们就回来看啦 你现在在这个阶段里面 表面上说 我把店价调为原来的价格 不是涨价 但是对于政府来讲 他真正不愿意去碰触的 就是什么 就是当民间这时候 告诉你 讲说我要回归市场机制的时候 你又没有能力 跟他讲不行 那这个时候最倒霉的 还是所有每一个 在末端的消费者 好 义兄 你怎么看 我想在座各位 大家都会有感 有没有上一期 是你史上拿过最贵的电费 我就拿到了 为什么 因为他偷偷涨了 夏季电价 涨了很多 现在更扯了 现在还要补涨 什么东西都涨 我告诉大家 电 蛋 这些都是民生基础 一涨 万物齐涨 最惨的是什么 到现在王美华还在说谎 为什么 CPI说0.0037 我告诉大家 今年年初主技术说 我们经济保2% 再来说保1.9% 现在已经下修到1.61% 事实上国际会育性贫 非常直接了当说 今年保1都很困难 可是问题 同一期CPI是2.14% 也就是什么 你的物价涨2% 结果你的经济涨1% 代表什么意思 你的可支配所得下降 所以大家现在 是越来越贫穷 越来越愤怒 今天王美华 他根本就是一个 无能的代表 王美华无能 还继续怎样 继续睁眼说下话 这才是大家最愤怒的地方 今天晚上呢 小犬台风笼罩 台湾的大部分的区域 我要带我们来看到 昨天晚上 红台都还没起来哦 在无风无雨的台中 居然给你停电 新北更夸张 电电所维修人员 这么限圈一把 丢进去 砰一个大爆炸 5.5万户大停电 台电可不可以让大家安心一点 好害怕呀 更害怕的是电价 台电两年亏损4000亿 明年哦 确定要继续补助他1000亿 逼着台电动涨 继续当销波块 江湖走跳都不用还吗 还是说只是延后引爆 二次通膨 其实已经蠢蠢欲动了呢 好 去那边还有抱歉 我的观众朋友来咯 民生讯息要告诉大家咯 红台北来啊 小犬台风对不对 现在小犬变大犬了 变中犬了 他已经会留置在台湾 比较久的时间 而且可能会有风雨 风雨过后可能会停电 可能会这个物价会上涨 他的业菜类等等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 但是呢 马仔出来今天给你喘变变 马仔停电 今天就是先给你停啦 台风还没有来 台东就先停了嘛 那还有新庄也先停了嘛 来观众朋友先看 台风还没有来 请注意听我讲 不是被台风吹断了电缆 没有 因为还没来啊 那大安变电所 不是在台北市的大安区 是在这个 新庄跟树林中间有个大安 新北市的大安变电所 昨天 因为那边停电了 怎么会停电呢 其实是一个 怎么讲就是个意外啦 保全在更换 他的设备的时候 误触高标电 他也受伤哦 那他送鱼去救治 是 所幸没有生命危险 所以呢 他就造成了 当地新庄跟树林 5.5万户停电 所以他整个都跳掉了 另外台东 台东这次会有风雨 台东昨天晚上也是地下电量故障 有416 这算少 所以停电问题先来 这是第一停电 第二要跟大家讲什么 那停电之外 电的问题 我们现在知道都用补助的 俊江哥你知道吗 王美花经济部长宣布 明年还要再编1000亿来补助台电 因为知道一定会亏 那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国际的云物料上涨 包含了燃煤 包含他的成本 因为俄乌战争之后都是这样 你知道这个1000亿 我看的眼睛是1 我看成三 我看成3000亿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因为我要告诉观众朋友 因为前年已经补了1500亿 然后呢 疫后 因为疫情嘛 又补500亿 基地部已经补给 2000 对已经补给台电 1500亿 500亿 再加明年1000亿 就补了3000亿了 但补这3000亿 不够 知道一定不够 但民众啊 你说 为了这样 那公司要涨电价 不用怕啊 因为明年要选举的 绝对不会涨你家电价 那现在怎么办呢 只好针对一些单位 包含了五大单位 餐饮业 百货业 电影业 还有 我们这边也写出来的 健身房 还有这个外汇的那个团扇 这些都是很多人 离我都要进出的地方 影响多大 官长又要生气了 健身房 那这些单位呢 因为他的店要怎么样 他不是 不但没有动涨 他要补涨 他就为这几个地方 要把他涨回来 所以补涨的情况之下 我再讲一次 餐饮百货 电影院 健身房跟团扇 那接下来 那明年会不会涨啊 因为电费涨回去 他成本增加了啊 那谁会去健身房 难道是王梅花吗 一定就是我们一般民众嘛 所以可能你去吃餐饮 你去百货公司 你去电影院的时候 明年可能要涨了 这就是通膨啊 对 所以二次通膨来的 观众朋友用曲线 不会骗人 数字不会骗人 我们都跟大家讲 二以上CPI消费者物价指数 就要注意 三就要通膨 那我们可以看到 有没有 在2023年 一二月的时候 曾经到三 所以这个地方是通膨 对不对 但是 来来 但是 我们政府努力了 你们看到吗 今年现在到九 现在是十月了嘛 今年一到十月 有没有努力让他扑扑扑往下来 对不对 是有留下来 我们先跟他鼓掌 但是丢下来到了七月 六七月的时候 他要往上走啦 又一路爬上去 六七八是不是又下来到2.52了 所以确实CPI是有下来啊 但又上来啊 这叫什么 这叫做二次通膨啊 台信院的主任顺敏德讲说 已经确定 他看到这个曲线 会二次通膨 那我们央行 总裁养金融讲说 这是很特殊啦 这是中期的特殊通膨 但不管 二次通膨 中期特殊通膨 观众朋友 就是通膨 就是通膨啊 就是通膨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看起来 很多东西 你不够的情况之下 就会通膨 而且预期心理 现在台风要来 对不对 现在已经十月了 台风还有来 小泉了 注意这两天 可能台湾受影响的地方还不少 我们都知道 叶菜类 会比根间内先受影响 那现在叶菜类涨了没有 俊阳哥 还没涨 可是叶菜类还没涨 跟叶菜类一样 是什么 就是这些 所谓的这些香菜啦 青葱啦 豌豆苗啦 已经涨了 因为这香菜嘛 很难出力 只要鱼一来 它就没办法收 香菜现在 它用公斤算 因为批发是公斤 我们去市场的话 可能就用钱 一公斤现在是500 豌豆苗250 青葱215 那今天 今天还没有台风 下礼拜如果台风 如果万一有盐水的话 那这个价格 我们下礼拜再看 一对以后又不一样 而且还有还没涨价的 这些叶菜类 所以都有可能会受影响 那当然因为 我刚刚讲那么多东西受影响 其实还不止这些 连你旅游 你可能都会成本增加 因为现在目前 我们的国际航空 民航局也同意他们 这个叫做 燃油的附加费 短程的飞机 比如说比较短的 161块 每一张票来回票 长程的话呢 可以加到420 所以其实这已经是 8月以来第三次涨了 它偷偷在涨 我们如果常出国的话 就会知道 不常出国 我怎么会知道 因为那个票价 除了它的热门时期 比如说暑假的时候 比较贵 然后可能淡气比较便宜之外 它的基本价格 现在加了一个 燃油附加费 它会增加 大概161到420块左右 那还有一个 这个是出国 这个是青菜 这个是什么 这是瓦斯桶的瓦斯费 我觉得这个会影响荷包最大 我最有感在这里 那现在他就先把你hold住了 现在告诉大家说 中油配合政府 稳定物价 10月先不涨 但是每公斤 它要累积吸收 这个价格也由政府来付 但它会撑到一段时间 我们会持续在跟大家讲 所以有的有的没有 最后跟大家说是什么 最后说的是蛋 因为先前我们在讲蛋 因为一波这么 一亿四千多万颗的进口蛋 到后来大家不太敢吃 所以它对于蛋的市场的 解决蛋荒的那个效果有限 那居然跟他现在问题来了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现在目前还缺蛋 但商工会讲 它是每个礼拜决定 要不要涨价 那这个礼拜决定 还是先不涨 先动涨 对先不涨 但是呢 每天大概计算 会有六十万颗蛋的缺口 是 那你这样子来 继续走下去的话 到了这个月十月 可能台风过后以后 就会开始又出现 会有蛋的短缺 但是我是告诉你趋势 我不是叫你赶快跑去买 买完以后 大家架上都看不到以后 又会是一波蛋荒 要特别注意 好 博弈 所以通膨就是通膨 就二次通膨 专家已经用白话跟我们讲 所以杨金龙总裁说 中期特殊通膨 大家听不懂 不就是通膨了 平要绷紧了 通膨什么意思 就钱变少了变薄了嘛 钱不够花嘛 但问题是 台电你到底做出了 什么好的设备 让民众愿意付更高的店价 来享受更好的生活 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是互相的嘛 台电之前讲 他说台湾停电的原因 台电本身设备因素 占了四成 从这数上可以看得出来 很高啊 四成都是因为设备出状况 代表台电设备 非常的老旧 应该做更新了 所以呢 台湾不要说 碰到什么强风暴雨 平常就一堆状况 溃线跳说 几乎常常发生 但问题是 当我们碰到了设备老旧 我们的想法 第一个做法是什么 很简单 改善设备嘛 更新设备 让我们整个用电环境 变得更好 所以呢台电 不错台电呢 他编列了一个叫做 配电系统升级计划 为期五年 总共编列预算 334亿 这是我们讲的 常任电网吗 没错 差不多 除了系统升级 平均一年66亿 好像不少 这预算蛮多的 结果一看 昏倒 蔡政府 112年 补助台电多少钱 1500亿 然后 疫后计划 补助台电多少钱 500亿 明年113年 再补助台电1000亿 刚刚那个 伟胖哥讲了 两年补助3000亿 平均一年 补助1500亿 结果中央 补助台电 一年平均1500亿 台电只拿66亿 出来改善 所谓的电网升级计划 那其他钱去哪里了 通通补贴亏损 也撑不住了 大家听到 我觉得莫名其妙 本末导致 你想让民众 有更高的电价 应该提供 更好的一些 所谓的服务 结果你没有 你只是为了选举 为了政治 所以你一直的 把这个电价洞涨 不让它涨起来 等到明年选完之后 可能才要来做一些 相对应的回馈跟付出 但是问题是 大家有没有发现 民党做这么多事情 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都是对人民很好 可是实际上 我们深思熟虑之后 都发现了 他只是为了选票 最后的苦果 还是让我们全民买单 对啊 这个业力只是 延后引爆而已啊 而且台电 把一些好康通通去 卖店买电了 所以光电业者 卖给台电的电 一度六点多块 这些呢就补用台电的钱 去补贴这些光电业者 理论上你 投资光电 投资绿能 要自己来做 这个盈亏自负嘛 但是把很多的 这个成本的 反正都短价给台电 台电怎么办 台电为什么没钱啊 没钱跟政府要啊 就刚才博弈讲了 500亿啦 1500亿 就要下去了嘛 那最后呢 又没办法 台电要跟大家收钱啊 至少涨价啊 你看 我们不要讲这些 什么学术名词 大家听不懂啊 大家只问说 去年一碗 一杯茶 60块 今年变80块 一个排骨便当 现在随便都要破百啊 鸡嘴便当 140 150的 必必皆是啊 而且现在的配菜 好可怜啊 过去还有两种 蔬菜 叶菜 然后你还选 什么高丽菜等等 现在 全部都甜不辣 豆干 然后 这种等于是 食品的加工再制品 为什么 因为成本变高了嘛 那个韦翰啊 你刚才讲慢了 前一波台风 虽然没有到台北 但是台北的叶菜 也照涨 高丽菜 然后空心菜 涨70% 然后60% 就这样涨 你看这一波我打赌 现在南部 有风 一定会过南部 相关的损失一定有 产地都在南部嘛 你看下礼拜台北夜菜又涨 大家的便当里面 都变 又变甜不辣跟豆干 油豆腐了 通通是再制品 所以说我们很简单观察大家生活的好不好 物价有没有增长 其实就看便当就看得出来了 看我们这些自助餐就看得出来 过去物价平易的时候 很多类的叶菜类 根莖蔬菜类 让大家自由选择 菜类很多 但是到现在 我们看到豆芽菜变成大中 然后豆腐 豆干等等 基本上就是比较低廉的成本 所以我觉得这些美花部长 金融央行的央长 去看看 你去买便当 人民的生活多辛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